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石柱训练了一只骁勇善战的白杆兵 这只金兵的武器以白杆长矛为主 而这种白杆长矛是秦朗玉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而创制的武器 他用结实的白木做成长杆 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 作战时钩可砍可拉 环则可做垂击武器 甚至在必要时 数十杆长矛勾缓缓相接 便可作为悬崖峭壁中的工具 非常适宜山地作战 甚至凭借这数千骁勇异常的白杆兵 秦良玉与丈夫 攻陷了在万历二十六年反叛军的据点 波州城 叛军首领应龙全家自焚而死 也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叛乱 终于掩其息骨 当时的大明总督李化龙 对秦良玉 巾帼不让须眉的应用行为 大为叹意 还命人打造了一面银牌 赠给了十年二十六岁的秦良玉 上传 女中丈夫四个大字 以示表彰 随后 到了万历四十一年 马千称被邱公公捏扫罪名 陷害冤死于玉中 但朝廷仍然保留了他家 石柱宣服使的世袭职位 然而 因为马家戏城人 马祥林年龄又小 朝廷又鉴于秦良玉作战有功 文武兼长 所以受命他继任了丈夫的官职 之后 到了明神宗万历末年 满人崛起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以努尔哈士为函 建立后金 公然叛名 明神宗要集八万大军前往印第 不料出师不力 八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朝廷只好集掉全国兵马复原 而此时 四十六岁的秦良玉 仍然亲自率领三千名百杆兵 连同自己的哥哥 弟弟 儿子 日夜奸臣 北上卫边 为国效力 到了万历四十八年 明家宗即位 但是因为大明王朝平凡一堵 后云任许而尽 攻占了沈阳 秦良玉的大哥秦邦平和弟弟秦明平 为了抢回大明损失的国土 强度魂河 与后金兵击战 无奈 因寡不敌众 秦邦平战死疆场 秦明平身陷重围 秦良玉闻讯后 亲自率领百名百杆兵 渡河杀入重围 拼死救出了弟弟 抢回了哥哥的尸体 其后 朝廷任命秦良玉 为把守山海关的主将 然而有一天 秦良玉之子 马祥林带兵巡官时 被敌军的流史射中一幕 他忍痛拔出剑簇 员弓八剑 向远处的敌人射去 连发三剑 射死了三个敌人 后金将领 大为证据 从此再不敢轻易来到山海关挑衅 在短短时间内 遭遇凶亡子伤的秦良玉 悲痛欲绝 甘肠存断 于是尚书皇帝 纯述了自家军队作战 及伤亡情况 宁家宗身为感动 下诏 赐予秦良玉二品官服 并封为号命夫人 让秦良玉率步返回石柱 修养身心 天启七年 宁家宗驾崩 西宗之地朱有姐 继承皇位 此时改国号为新的后京 称大名 改帝之急 让蒙古人做向导 从龙景观越过长城 直奔通舟 逼向京师 55岁的秦良玉接着后 带领他的百杆兵 手舞百杆长矛 丰刃所复之处 清兵 一百土地 打得清兵 望风披靡 落荒而逃 接连收复了勒州永平 解救了京城之危 后来 明末其军首领张献忠进入四川 烧杀武略 不恶不作 年过花甲的秦良玉 再次批挂上阵 风采不见当年 他率领的百杆兵 连战连结 让张献忠的军队 在川地吃惊了苦头 与此同时 北京城被李自成 所率领的一军攻破 崇祯 自意在了眉山 大明皇朝 在风雨飘摇中 终于寿终阵挺 张献忠在四地 东征西战 贴机所致 几乎囊括了群属 但唯独对秦良玉 助手的石柱 无可奈何 已经68岁高年的秦良玉 带着他手下 历经百战的百杆兵 不畏强暴 誓死控制 他对自己的部总说道 吴兄弟二人 借死盟室 吴一亿 屡赴蒙国恩二十年 经不幸致死 岂敢以余年 誓逆贼载 并且下令 有从贼者 足无赦 最后 一直到张献忠败亡 他的起义军 也没能踏入石柱干部 直到秦顺治五年 端阳节过后 七十五岁的秦良玉 在一次检阅百杆兵后 卖下坐骑 便申请 碎末 结束了他战功赫赫的 传奇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